嗨,大家好,我是大松 之前做了一期《成为天才的秘密》 让很多人了解到心流理论 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后台一直有人就留言说 希望能够继续做第二期《成为天才的秘密》 而最近我就在看这本《掌控习惯》的时候 就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所以说今天就让我们来进入第二期的《成为天才的秘密》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自行车队的故事开始 在2003年的时候 英国的职业自行车选手们 已经碌碌无味度过了将近100年的平庸了 自从1908年之后的100多年当中 英国队员在奥运会当中 仅仅就只获得过一枚金牌 截至2008年 在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赛 环法自行车赛当中 英国车队更是从来没有赢得过一块金牌 更加丢人的是 英国车队的表现直差 就连欧洲最大的自行车制造商 都怕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品牌 所以说直接拒绝向他们出售自己的自行车 可以说英国自行车车队的名声 已经是烂到了极点 但是自从2003年 他们雇佣了一个叫做 戴夫·布雷斯福德的人 来做他们的教练之后 一场轰动全球的奇迹就发生了 布雷斯福德与遗忘的教练完全不同 他知心满满的就说 我有一个让你们成为天才的秘密 那他的名字就叫做编辑效益 布雷斯福德把其自行车的整个环节 分解成了若干的小事情 然后把每个小事情每天都提高极细微的进步 布雷斯福德说 哪怕只改进1% 但是最后当你把各个部分的改进都汇集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体上有显著的提高 然后你们可能想着想不到 他们就这样开始研究起了一堆 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情 比如说为了让骑手更加舒服那么一点点 那他们自己重新设计了自行车的车座 为了让自行车的轮胎稍微蹲那么一点点的抓地的能力 那他们自己还研发了用酒精擦拭车胎的方法 为了让骑手的肌肉的温度一直保持在最理想的温度 那他们自己还研发了电热的鞋套 他们让运动员佩戴各种传感器 这样他们就能够看到每个人每天所做的训练和练习的细微的反应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就已经是非常细小的事情了 不过基本上还都能够理解起码都是直接和自行车是有关的事情 而他们接下来的操作就更加的离谱了 方舟平时你怎么也不可能想到一个自行车队的人居然会做以下的事情 他们居然故意把车队分成两组来测试不同的按摩凝胶 来看哪一组的恢复的效果更好 另外他们还严格管教他们的车手到底该怎么洗手 以此来减少运动员感冒的风险 甚至他们为了让骑手睡得更好还专门去研究到底什么样的枕头 才能够让每个骑手睡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布雷斯福德说的每天改善百分之一 这就是成为天才的方法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仅仅五年之后得到边际效益 让一个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车队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王者之师 所以说请一定要记住大夫布雷斯福德说的那句话 每天百分之一的改善 你就可能成为一个你想都不敢想的人 这个不是心灵鸡汤 这个就是成为天才的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以为只要每天增加百分之一 原来成为天才的方法居然如此简单 那么恭喜你 你就已经成功的跳入了 我给你挖好陷阱了 相信你肯定有过这样的体验 昨天你刚看完一部十分激动人心的视频或者是演讲 当时你听的是热血沸腾愁愁满滞 发誓要成为你想象当中的那个人 但是你会发现结局总是惊人的相似 你可能会坚持一天两天 不过一周之后或者是半个月之后 你会发现你还是原来的那个你 你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于是心理学家们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心理学家们就找来了三个不同的群组 首先他们找来的第一组 研究者就只对他们说 我们就只是想要追踪一下 你们在接下来的两周之内进行体育锻炼的一个频率 然后研究者们就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也没做 让他们进行自由发挥 那接下来第二组呢 研究者同样也对他们说 我们也是想追踪一下 你们在接下来的两周内进行体育锻炼的一个频率 但是呢 与第一组不同的是呢 他们还特意找来了一部激情澎湃的 一个健身的励志的视频给他们看 好让他们知道锻炼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也好让他们有锻炼的动机 那么按照常义来说 第二组肯定会比第一组的人会更加长久的坚持锻炼吧 但是结果来却让人大跌眼镜 第一组有38%的人在接下来两周内进行体育锻炼 而第二组看了励志视频的人 却只有35%的人在接下来两周之内持续锻炼 反而比没有看过经济视频的那一组还差了3%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组 第三组和第二组一样 他们也被告知会跟踪他们两周时间的体育锻炼 然后也让他们看到那部激情澎湃的励志视频 但是不一样的是 研究者们就告诉第三组的人 说在接下来的两周之内 他们必须要写下这么一段话 那就是在明天 我会在具体什么时间 具体什么地点 至少进行20分钟的剧烈运动 最后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三组持续坚持锻炼的比例 结果没有想到 第三组居然有惊人的91%的比例 在持续锻炼 是前面两组的2到3倍 只是简单的多写下了一句话 为什么会有这么突出的表现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 那就是我们只关注目标 但是却忘记了关注达到目标的体系 那什么是目标 什么是体系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教练 你的目标可能是让自己带领的队伍赢得冠军 那你的体系就是 如何去招募队员 如何去管理助理教练 或者是管理你自己的训练的方式 如果说你是一个企业家 你的目标可能是要创建一家营业额上亿的一个企业 那你的体系呢 就是测试产品 还有你的产品的创意 雇佣员工 还有开展各种营销活动的一种方式 而像上面的实验 坚持两周的锻炼呢 是目标 而第一组和第二组 他们只专注于目标 完全忽视了体系 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但是在第三组 他们每天都会写下一句话 你是在明天 会在具体什么时间 具体什么地方 至少进行20分钟的剧烈运动 这就是他们达成目标的体系 所以说如果说 你真的想要了解 如何成为天才 我强烈的建议你 可以用笔 把今天的方法 和你自己的感觉和计划 清楚的写下来 这才是迈出天才的第一步 其实刚才说的体系呢 就是不断的改变 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微习惯 但是要改变微习惯 跟接下来的一个东西 就密切相关 那耶鲁大学 对一批人进行了一项 23年关于人类衰老心理学的研究 他们先和这批人交谈 观察他们 然后来把他们分成了两组 那第一批人呢 他们对于自己的衰老 大多数是抱着积极的态度 他们会坦然的面对自己 已经慢慢变老的这样一个事实 而且有些还会说 虽然现在我已经开始慢慢的变老了 但是相对于年轻的自己 现在的我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睿智 更加的洒脱 其实现在才是我的黄金时期 我将来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 而另外一批人呢 就完全不一样 他们对自己变老了 变得非常的消极 他们会说 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 我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子了 也没有什么可期待了 那么关于这次研究 叶鲁大学一共挑选了660多名成年人参与 而研究的结果非常的清晰 那些对自己衰老 保持积极态度的人 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人 平均多活了7.6年 那么为什么你的观念这么的重要呢 后来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其实你积极的心态 并不能够直接让你变得更加的长寿 而是如果说你相信你将来会更好 那么你就会采取更加健康的行动 你会主动的去养生 你会去锻炼 你会控制饮食等等 而如果说你的观念是消极的 你会认为健康恶化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还锻炼有什么意义呢 我反正会生病 会变老会死去 所以说你接下来的行为 会往不健康的方面去行动 所以说你对自己的身份的看法 其实是极为重要的 如果说你认为自己是内向的不勇敢的 不可能成为千万富翁的 那么你就会养成内向不勇敢贫穷的微习观 但是反之来完全相反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何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呢 经过很多科学的实验 改变你对自己身份的看法 必须要达成潜意识阶段的改变 OK这里一定要注意到 是改变潜意识 那么众所周知 潜意识是最顽固不灵 最不易改变的 相信这张图大家都看过 上面的是我们的表意识 而深埋水下的 才是真正掌握你认知的潜意识 所以改变身份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改变 自己对身份的看法呢 其实答案也很简单 就是不断的重复对自己说 你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我能够做到早睡早起 让自己每天都有精力充沛的一天 又或者你会对自己说 我即使到了90岁 依然还是有吸引女性的魅力 但是这些都并不容易的 这里重要的就是 你要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你要说很多遍 才能够改变你的潜意识 这些虽然听起来有点像成功学的套路 但是这个确实是经过科学实验的 所以说请大家来放心使用 那除了改变身份的认识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以改变坏习惯 养成好习惯吗 那孙子兵法说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要想要改变习惯 我们就必须要彻底了解习惯 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学者们发现 所有的习惯的形成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那就是提示 可求 反应 奖赏 好比说 你听到你的手机响了 这个就是提示 然后你肯定就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消息呢 这就是你内心的渴求 接着你抓起手机 打开了消息 这就是你的反应 而最后你了解到了 手机的信息 这就满足了你对这条信息的好奇心 这就是内心的奖赏 然后呢 周而复始 你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只要你手机响了 你不去看它 你就会难受到不行 这就是习惯的养成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习惯的养成的原因 那你就知道了改变习惯的秘密的方法了 其实方法呢 也很简单 那就是欺骗你的大脑 为什么人能够成为地球上面的主宰 因为相对于其他的动物 人最擅长的就是欺骗 而最厉害的人呢 最狠的就是 他连自己都会骗 而骗的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欺骗你的大脑 让他把好的习惯呢 更加容易显而易见 让不好的习惯呢 无从显现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就强力建议大家 可以截屏保存 这两个改变习惯的一个表格 那他的方法呢 其实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遇到难题呢 平时你就会习惯性的拿出手机 漫无目的的刷新闻 看看视频或者是玩会儿游戏 所以说当你工作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会自动的和手机联系在一起 但是呢 你已经真的很讨厌 自己的这个习惯 因为它消耗你太多的工作时间 那么解决的办法呢 其实就是把你的手机放得远一点 不要让手机出现 其实你的大脑呢 很容易就受骗了 只要不看到它 它慢慢的就会忘记了 又比如说 你想养成早上冥想的好习惯 可是呢 爷爷老是忘记早上去冥想 那么呢 你就可以把它和一件好的事情 联系起来 比如说你早上最喜欢起来 喝一杯茶 清醒头脑 那么你呢 就可以在茶杯上面 贴上冥想的照片 这样你就可以在开心喝茶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提示冥想 而且呢 还会让你开心的冥想 另外说到欺骗呢 这里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方法 那就是 当我们工作了一整天回到家 一般我们都会说 我太累了 我不想跑步 也不想锻炼了 因为我一想到 要跑五公里那么远 才有减肥的效果 想一想都觉得难以承受 所以说以前呢 我很少能够坚持去跑步 但是现在呢 你可以这样欺骗你的大佬 你可以说 没关系啊 今天我们不用跑五公里了 只要简单的跑两分钟就可以了 那么两分钟又不远 又不会累了 但是跑了两分钟之后呢 你就会说 你还好不容易才换了跑鞋 这都跑出来了 又回去 这也太耽误事情了吧 再说跑两分钟 也不是很累嘛 干脆那就再跑一会儿吧 于是呢 你跑完了五公里 所谓万事开头难 两分钟规则 就是把困难的事情分成两分钟的小目标 完成这个小目标呢 就会给到你成功的提示 而这个呢 也是养成好习惯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啊 关于养成好习惯呢 这里还有一个陷阱 斯坦福大学和本古里安大学 一起做了这样一项研究 他们研究了1000个假释委员会 批准囚犯假释的案例 你可能会想 为了让一个罪犯从监狱里面被假释 这应该是基于他们服刑的时间 他们犯的罪的类型 还有他们服刑期间的表现 来综合评估的吧 但是事实上 他们却发现 决定一个犯人 是否能够获得假释的最大因素 居然是他们参加审判的时间 这是一张法官在一整天当中 做出决定的图表 那你可以看到 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一名罪犯被假释的可能性 是有6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的决策 这会让法官们感觉到疲惫不堪 他们的意志力就不断的被减弱 所以囚犯们得到满意的听证会的机会 也会逐渐的减少 那第一个序限是午餐的时间 法官们休息之后 一开始又回到了兴奋的水平 但是很快又急速的下滑 之后第二个序限是晚餐之后的加班 每次的情况都是这么的相似 刚开始兴奋 然后不断的被决策 减弱意志力 这就是心理学当中的决策疲劳 其实啊 当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 你肯定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 当你挑选对比了很多的商品 对比了很多的网购平台 你不断的做决策 可是最后你的意志力不断的被磨灭了 结果导致你选了一个 既不是最好 又不是最便宜的一个商品 这个就是决策疲劳 那这里的要点就是 你的意志力就那么多 你一天能够做的决策越多 你的意志力和注意力就越容易疲劳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时候 改变不了坏习惯 坚持好习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知道决策疲劳之后 你就必须要知道 另外一个人生秘密 迈克弗林特是巴菲特的私人飞行员 据他所说 在飞机上的时候 巴菲特曾经跟他聊过他的职业目标 以及有关职业发展的重点 在那次对话当中 巴菲特就请弗林特 列出自己未来几年 或者他未来的人生当中 想要去做的最重要的25件事情 其实要列出5到10个目标是很简单的 但是如果说你曾经尝试过一口气 写下25个目标或者是梦想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其实很难做到 于是弗林特就花了些时间 写出了一张包含25个目标的清单 那么接下来 巴菲特就要求他查看清单当中的每一条 并且要圈出其中最重要的5条 那这个时候弗林特就犹豫了 因为对他而言 每一条都足够重要 不过巴菲特却坚持要求他 必须要从中选出5条 弗林特重新检查清单之后 并圈出了其中5条 然后他就有了这两张不同的清单 最重要的5个目标和剩下的20个目标 那巴菲特接下来就问弗林特 什么时候开始投入第一张清单当中 5个最重要的目标 以及如何去做 然后弗林特就说 我准备尽快开始 我明天就开始做 不 今晚我就开始 那么接下来 巴菲特就问起了另外一张清单 那么这些没有圈出来的目标呢 弗林特信心十足的说 那这样吧 我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头5个重点目标上面 那其次的20个目标呢 我会在达成5个重要目标的过程当中 抽空去完成他们 不过呢 没有想到巴菲特就严厉的说 不 麦克 你错了 你没有划圈的那些 就是你坚决不能够碰的清单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在你成功达成你 头5个重要目标之前 你绝对碰都不要碰他们 其实啊 这就跟道家修炼是一样的 为什么道家总是说 要借掉各种欲望 因为人的原神就那么多 你的欲望太多 哪还有原神去修炼成仙呢 所以说如果说 你觉得有太多的坏习惯 要更改 有太多的好习惯 需要保持 那么请记得 一定要列出你的25个目标 然后精心挑选 其中5个集中去改善 你是不可能有精力 同时完成那么多目标的 然后改变你的身份 注重你的体系 而不是只注重目标 每天进步1% 那么下一个天才就是你了 好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那请记得一定要按个赞 然后呢 再关注大师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